他的一層樓25坪8千塊 這麼便宜 在台北市 所以他找個室友兩個就合租了 他就住進去啦 他住進去 他不知道 對… 然後後來他的室友就越來越不對勁 他就常常問他說 我說沒有 我在外面 有時候問他說 你有聽到房子有什麼聲音嗎 他說沒有啊 最可怕的是說 你昨天晚上有沒有來我床裡 跟我一起睡 他說沒有啊 後來他就覺得太奇怪了 就去問那個房東 你告訴我這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對 後來才知道一查 原來之前發生過火靈焰 就是這個命案 對 然後那個房間的格局 就是很奇怪 他們兩個女生的房間中間 是有個天井 天井旁邊還有一個櫃子 他把它鎖起來 房東特別叮嚀 不准打開 不能打開都一定要打開啊 這個大家一定知道 那個地方就是當時砍最兇的地方 主臥房… 後來他們知道說趕快搬家嘛 就找人來幫忙把床什麼搬走 把床搬起來一看 下面貼滿了全部都是符咒 好